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桃园市长郑文灿今天宣布 将把过去航空城公司的相关账策跟资料 移交给廉政署进行调查 航空城弊端的争议 到底会不会牵扯到前朝官员 新北市长朱立伦今天被记者问到了这个问题 第一个反应就是你问错人了 新北市长朱立伦走进市议会 大批媒体蜂拥而上 即将接掌国民党朱立伦一举一动备受关注 对于桃园市长郑文灿 彻查航空城账目 朱立伦的反应是 这个你要问错人 问错人 他有包含你 他说你是桃园县长 那好像这个航空城从旅副总统 到我继续来推动这个计划 至于郑市长提到的航空城公司 那个是 好像是99年还是100年成立的吧 那我已经离开桃园县 超过五年以上了 强调航空城公司和自己没有关系 至于前台中市长胡志强 任职旺旺中石集团复董 朱立伦则是相当看好 很好啊 跟大家一起努力啊 我觉得人生如果有机会的话 做不同的一个尝试 更何况胡市长以前担任 长期担任最棒的新闻局长 最棒的政府发言人 那今天又跟媒体大家在一起 我觉得对台湾媒体也是注入一股新的力量 对于台联拜会检察官 要求查办议长选举会选 朱立伦听到这个问题直说无聊 不等记者问完 转开麦克风立刻走人 新唐人也在电视陈定交 台湾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